大家好,欢迎收看宋卡王子大学普及孔子学院旅游汉语系列微课走遍泰国 我是主讲教师玛丽娟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九课 尝一尝泰式炒面吧 首先看生词一 请跟我读菜单 菜单 你们饭店有菜单吗? 请把菜单给我 二 问 请问 请问哪里可以换钱? 请问你想去哪儿? 二 爸爸问我 你什么时候去曼谷? 第三个单词 点 点菜 点歌 比如 请问您想点什么菜? 我点了一杯水和一个面包 点歌 我们可以说 点了一首歌 他唱歌很好听 我们给他 我们给他点了三首歌 我们再读一遍 菜单 问 点 菜 第五个单词 特色 我们可以说特色菜 请问 请问 你们饭店 有什么特色菜? 二 清麦的特色 是有很多寺庙 六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尝尝 也可以说 尝一尝 尝一尝榴莲 尝尝榴莲 七 炒 我们可以说 炒面 炒菜 炒鸡蛋 尝一尝 泰式炒面吧 爸爸炒菜 很好吃 妈妈正在炒鸡蛋 九 两 两 十 份 我们可以说 两份 两份工作 两份菜 比如 我们点了两份炒面 二 昨天我买了两个榴莲 三 他很忙 他有两份工作 我们再读一遍 特色 长 炒 炒 面 两 份 下面我们学习 课文一 课文一里 有服务员和小乐 两个人 请听我读 您好 这是菜单 请问您想点什么菜 你们饭店有什么特色菜 尝一尝泰式炒面吧 好的 来两份 好的 再读一遍 您好 这是菜单 请问您想点什么菜 你们饭店有什么特色菜 尝一尝泰式炒面吧 好的 来两份 下面学习 声词二 第一个声词 需要 需要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请问您需要帮忙吗 天气太冷了 我需要一件大衣 二 做 我们可以说做菜 妈妈正在做菜 做饭 我不会做饭 做作业 家家正在做作业 菜做好了吗 她正在做作业 下面我们学习课文二 课文二里有小爱和服务员两个人 请听我读 您好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 菜式炒面做好了吗 稍等 我去问一问 谢谢 再读一遍 您好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 太式炒面做好了吗 稍等 我去问一问 谢谢 下面我们学习生词三 一 买 我们可以说 买什么东西 比如 买衣服 买菜 买水果 买面包 我买了两个榴莲 我们还可以说买单 比如 你想吃什么 今天我买单 生词二 我们学了三个词 和单有关系 请大家读一读 菜单 菜单 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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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单 买单 下面 我们买单 服务员 您好 我们买单 这是您的账单 一账单 一共一百六十泰铢 好的 给您钱 谢谢 最后 最后 我们来学习 最后我们来学习今天的语法 题目是 尝一尝 太式炒面吧 第九词 第九课的语法是 尝一尝 微 一微 其中 微 是动词 动词的重叠 常常表示 尝试 或者建议 语气 比较缓和 比如 我们可以说 尝一尝 太式炒面吧 还可以说 尝尝 太式炒面吧 下面 我们来看 三个例句 一 这朵花 真香 你 闻一闻 还可以说 你闻问 例句二 听一听 老师的建议吧 或者说 听听老师的建议吧 例句三 这道题 很难 但你可以 试一试 或者说 你可以 试试 在这里 尝一尝 常唱 闻一闻 闻问 听一听 听听 试一试 试试 动词的重叠 都表示 尝试 或建议的意思 下面 我们做一个练习 请同学们 用左边 微一微 这个语法 来完成 右边 七个句子 一 我想去曼谷 看一看 大皇宫 或者说 我想去曼谷 看看 大皇宫 二 我想给妈妈 打个电话 我能 用一用 你的手机吗 我能 用用 你的手机吗 三 我可以 骑一骑 你新买的摩托车吗 我可以骑去 你新买的摩托车吗 四 昨天学了一首歌 我给大家唱一唱 我给大家唱唱 五 这些题太难了 你问一问老师 或者说 你问问老师 六 昨天 昨天玩得开心吗 快来和我们 说一说吧 快来和我们 说说吧 七 明天你去商场 还是去寺庙 我想一想 再告诉你 我想想 再告诉你 同学们 你都做对了吗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第十课再见 再见